像这样的奶酪火腿拼盘有人会不喜欢吗 约三五好友一起喝点小酒的时候 最需要的就是这样丰富多彩的下酒小菜 不过这种拼盘看起来简单 要制作的时候还真有点不知如何下手 主要是食材太杂记不住 所以今天我有个万能奶酪拼盘公式 看完了就入门直接到进阶 首先是选几种不同风味的奶酪 但是问题来了 你们会不会觉得奶酪的品种实在是太多了 那网上很多介绍呢 我觉得听完了就好像没听一样 所以今天给你们一个很简单好记得 奶酪的分类方式 就是把它从口味从轻到重分为四个档位 口味最轻的就是像马苏里拉或者是布拉塔这种 就是新鲜的牛奶做出来 然后没有经过长时间的发酵或者成化的 这种奶酪呢 它的味道就是奶香为主 一点点咸几乎没有酸味 第二个档位就是半软质的那种 可以流心的奶酪 像是布里亚或者是金文 这两种都是法国奶酪的代表 表面的这个白色其实是一层菌丝 这种奶酪直接啃就行 这里还有个进阶吃法 喜欢表面切个花刀 垫上锡纸 淋点蜂蜜 去烤个8到10分钟 有点烫啊 里面的内心是软软半流心的 表面可以再撒一点坚果 我觉得比没有烤过的要好吃好几倍 然后第三个档位就是所有的硬质到半硬质的 像是英国的代表是车达 荷兰的代表是高达 还有像瑞士的代表就是大孔 就是猫和老鼠一种常见的那种 最后一个档位就是味道非常强烈的 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 但是爱得爱死恨得恨死的那种奶酪 意大利的代表是帕马森 以及大家听起来都有点害怕的蓝纹奶酪 其实好吃的蓝纹 它是非常强烈的浓缩的奶酪的味道 今天我选的这种是英国的蓝纹奶酪 叫Steelton 不习惯的人就会觉得它有点臭 并且非常的上头 基本上记住这四个档位 所有的奶酪 你就会很清楚它的味道大概是什么样的 然后前面讲到的都是牛奶做的奶酪 还有一大类是羊奶做的奶酪 今天不展开详细说 但是羊奶奶酪的那个味道啊 确实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接受的 今天我也选了一款羊奶酪 是云南产的 从刚才那四个档位的奶酪中 选出你喜欢的几种随意摆放 接着是肉类 就是香肠活 选择能够直接生食的 像是这种意大利的萨拉米啊 或者是这种法式的小枣香肠都可以 这种香肠片有个皱皱的摆盘技巧 先拿一个红酒杯 把它放在杯口上这样 一片叠一片 再卷起一片塞中间 就是一朵香肠玫瑰 火腿可以选意式的 和斯巴牙都行 但是大家都知道 我是西班牙火腿的中筛好者 所以我肯定选这种 在摆好的奶酪之间 找空地而放香肠火腿 接着再选一两种水果 因为奶酪是一个偏咸口的东西 加一点水果的清香和果汁进去 你会感觉味道比较平衡啊 只要注意不要选水分太多的 像是西瓜不太合适 但是一般的酸甜口的水果都是可以的 但这几种是我觉得特别合适的 对了前面说到的西班牙火腿和 布拉塔奶酪可以跟水果组一个组合 一片火腿包一小块布拉塔 一小块无花果或蜜瓜卷起来 这是我最近很爱的吃法 堪称有奶香的咸甜有东西 见缝插针的摆放水果 第四就是饼干面包一类的东西啊 最简单的就是像这种苏打饼 像我现在选的是会松露口味的 随便什么口味都可以 如果想选面包呢 就是简单的法棍或减水结 这种简单偏咸口的 如果你喜欢的话 像中式的白马呢 我觉得也不是不行 就所有类似这种的酥脆的咸口的 味道不要太复杂的东西 其实都可以的 最后就是一些搭配用的 像是小咸菜啦 果干啦 坚果啦 还有蜂蜜这些 它们的作用就是丰富口感 让你在吃奶糕的时候 感觉到有甜 有咸 有酸 有坚果 有咀嚼感 这样吃起来就不会无聊 像我今天选的这几种 都是比较常见的 唯一有点特别的是酸黄瓜 我家里暂时没有了 所以我用了清浦酱瓜来代替 其实是一回事 当你准备了前面这样 搭配得当的食材后 摆盘其实很简单 把不同大小形状颜色的 食材错漏开 摆放紧密一点 最后放点绿色菜叶点缀一下 就很好看了 如果最近想约朋友 一起看奥运会 或者知情好友一起小酌 不妨在家试试这个拼盘吧 万能公司在这 记得截图保存 我是Amanda 喜欢记得点赞哦